哈喽大家好我是猪猪 今天我们继续来散漫的聊一聊田宅工 然后结合到你的这个圆盘 田宅工是在什么位置上 有哪些新 那更重要的话 我们现在还有买房卖房这个事 以前是没有的 所以流年 你的田宅工当里克星 比如今年2021年 你看看 如果你刚好有买房之夜打算 看看今年田宅工是怎么样风格 你就会知道 你今年的审美品味是怎么样子 你买房的时候往哪看一看 会比较好 今天来讲讲天良心 这颗心也是一颗好心 很稳定的 就像大树一样的一颗心 对不对 这个代表的是祖上 它是一颗老人心 兽心 你想到它 你就要想到它跟老人有关 它跟靠谱有关 它跟祖上传承下来的保护 庇护有关 所以这颗关于祖上传下来的心 如果在田宅工这样一个跟祖产有关的宫位 那当然是好事 对不对 一般就是代表祖产的意思嘛 当然可能还 我们还是要结合它在的位置啊 它的心要程度啊 它的会的小心 三方四正 对不起啊 它的这个具体情况 但是overall 我们从祖星这个一个单向文度来看 天良绝对是一颗的田宅工 很好的心 田宅工会是天良的话 你的命工就一定是贪狼嘛 所以贪狼们就是 就是会有一个在田宅工上 就是你在选房子的时候 你在居家布置的时候 会有一种比较天良的感觉 那贪狼就是我本人了 所以我在买房子的时候 我总是会看 就是根据天良的像来找 天良的像是什么 这棵树本身就是一棵大树嘛 所以我买的所有房子 都是离树 就是旁边有很多树 然后我现在的房子 那边后面就直接是一片大森林 有多大呢 你们去看我紫微星的那个视频就知道了 我是在那边那个露台露的 但是因为现在太冷了 我待不住 我跑到这边来了 就是我家后面有一片森林 里面全部都是很高很高的树 就非常的天良 这个就印到天良的景 在此之前我住的房子也都是 房浅屋后很多大树 这个就是很天良的景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在国外 如果你也是贪狼 你在租房子或者找房子的 买房子的过程中 你就一定要像我一样 去印一下天良的像 因为天良像是好像 一定是好像 你去往他身上去奔 一定不会坏事 他比如说巨门那些东西 我就不能说他是个好像 你知道吧 特别是落线的话 但是天良是一个非常让你这个家庭很稳定 让你这个住宅风水很OK的一个像 所以你自己去奔着天良去 所以呢 你只找在森林旁边 然后这样找在还有什么呢 庙宇旁边 还有医院旁边 这样的一些宗教 叫做教堂 这些附近 这些都是有神性光辉的一些东西嘛 对吧 大树下面是很好乘凉的 很稳定 那一个地方能长出 就一片森林大树 说明地质地貌很稳定 这是也是风水好的像之一 然后那个选址哈 教堂 庙宇 你相信我 各个民族 他们这些教堂选址都是有一定的风水上的讲究的 虽然他人家不叫风水 但是都选址上会很考究的 他不会在那些特别不通风 不闭气 就坑坑洼洼的水沟里面去选这些地方的 所以他们附近也都是不错的哈 当然有时候教堂附近会有一些坟 你看你在不在意这个事情了 但总的来说 呃 就是天良 这个像就是会 你去靠的话 就是往这个方面靠就行了 然后另外呢 呃 如果你原盘不是天良 呃 你的大运流年走到天良的位置的时候 呃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像 呃 你这个像很适合去 不是去投资 呃 这个像好的是买自住房 自己买产业会比较好 像2021年的话 今年是天灾工 每个人天灾工都会在成功 今年如果是成功 有天良的话 就会天机天良这个组合 天机天良这个组合呢 呃 做这个房产的分析 是很不错的 这是有一点点 这个这个组合是有一点点的 理论大于实践的像哈 很会分析 但是加了天机的话 它的动气会大一些 比只有天良大一些 而且天良在这个位置是瞄望状态 天机的状态也不错 啊 所以这个组合我感觉 可以下手的 是不错的啊 如果你流年啊 就是呃 你分析完你 你本来就有购房计划 你分析完你 那个前债工的三方四正哈 然后四化 都是ok的情况下 天机天良这个组合 非常适合买自住房 就记下来啊 而且呃 如果只有天良的话 就很容易像我说的 只会在那个大树啊 这种 或者老小区 很有树 但是如果沾了天机的话 呃 这个组合还比较容易买到交通洞线附近 所以应该可达性也不错的 嗯 所以你看房子的时候就找什么呢 闹钟取静 天机天良是非常 就典型的闹钟 闹钟取静的这样一个组合 就是可能一个大就是这个什么地鞋线或大大陆附近 哎 你上码拐两个小巷子进去就有很好的一片老小区里面很安静 这个就是非常天机天良的像 你们去找这个就好了 而且天良如此之好哈 就是在这个状态 天良如果呃 这个 呃 比如说这个 我想看你还能沾到什么东西哈 今年天机也没有 巨阳许昌 没有这两颗星没有丝画 对 嗯 那看看其他你三方四正的星药吧 人们沾到一些画科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你这个工位里面有文昌啊 什么文学啊 这种星 那还可以买点水去房 因为天良三号也跟大雪有点关系吧 嗯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至于室内装修这方面呢 我客人是不懂的 啊 但是我自己因为有天良在填宅工 呃 所以我 就是我跟你说理论嘛 理论就是 有天良在的话 会比较淡雅 会比较喜欢梅兰竹菊一类的东西 可能 就是那种森森林风啊 什么森林系之类的 天良一定不会是属于那种很fancy的 很豪华的浓墨重彩的 呃 比如说涂成什么 很前卫的颜色啊 然后或者是整一些 嗯 很 就就是很很艺术感的这样的东西 不是天良天良才是蛮古板的 呃 就是以简单为好 一切东西都是淡淡的 呃 真的就是四个字 梅兰竹菊 我以前听人说的时候我还在那笑 哎 结果我等我自己买了房子后来发现 哎 我也不过如此 就是这样子 呃 会 会因为我的天良宫本身还有天童啊 天童会比较我以后会录吧 会比较cozy一点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宜家那种感觉 很cozy 但是天良的话呃是真的是很简洁很简约 所以嗯 这个也是好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算是好还是不好 呃 那你如果是这个你流年在天台宫进了天气天良 不就天良这个的时候你要是想去搞装修布置什么的 我估计你会整出一片非常简单的非常清雅的风吧 买点四合院 哈哈 买点小院子 应该也是不错的 对 着重弄弄那个植被也是挺好的 嗯 这颗星本能跟树有关对吧 你种点桃树礼树什么之类的 也可以 好的 呃 那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关于这个天台宫的问题的话 就是特别是天良在里面 呃 也可以也可以留言给我 或是你们一些反馈 你们谁在天台宫里面有天良吗 你们自己的装修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分享一下 哈哈 像我的话 呃 就还 家里东西都还蛮简单的 嗯 就比较 呃 比较 确实 确实比较古板一点点 没有什么很创新的东西 我感觉 嗯 哈哈 我喜欢很多 用很多木的家具 这可能也跟天良有关吧 呃 天良这个东西 你想嘛 大树一棵嘛 我们家很多东西 我就很迷恋木制家具的东西 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同感啊 贪狼吗 你们有同感吗 就是我我曾经来说让我最最有感觉很想瞬间买下来的一个家具是我在丹麦的时候看到了一块原木的桌子 它真的就是nothing 它的一块原木 它甚至我感觉都没有好好的被磨过 它上面还有一些洞啊 一些纹理 然后它的边缘 边角完全是没有 没有被磨过的 就是一块原木 它是两块 卷去的时候两块原木拼起来 哇 我看的就是 非常有冲动要买 但那个三万欧 我当时就是贵了 但是 但是我觉得 嗯 我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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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丹麦的家具设计 因为丹麦的家具设计很多是木头 啊 而且就是很多东西nothing拔的一块木 那块木本身只要够漂亮 它就完全可以打中我的这个审美点 所以太郎吧 你们有没有类似的 嗯 这样的一个米 米丝呢 哈哈哈 可以来跟我反馈一下好不好 田代工这个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 嗯 大家可以尽力去拓宽它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因为它在古代的时候我们没有房产投资 嗯 我们没有炒房 我们甚至没有什么装修可言吧 你能装修的东西很少 对吧 但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可以研究的 所以我也很有兴趣像这些主星 会造成你们什么样的装修风格 你们怎么样的布置风格 我是很有兴趣听到大家的反馈的 嗯 好的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期待你们的反馈哦 哈哈哈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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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